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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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烂的烟花满的你 消失在空的海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时间消失而叹息 旋转的挣扎着的你 终于看到 幸福的过温 夜色中依然闪烁 照着我牵我双手 从遇见之处 到云莫相濡 转眼消失不见 一切已入云烟 从今后 夜只为了梦想的未来 洗尽千花的你 看起来更加美丽 灿烂的烟花满的你 消失在空的海里 那层温暖的海 为时间消失而叹息 旋转的挣扎着你 终于看到自由的我 夜色中依然闪烁 摇着我牵我双手 我已经签好字了 真的回不去了吗 直到这一刻 我依然无法接受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她曾经是个好丈夫 事业有成 对我温柔体贴 她也曾是个好爸爸 对女儿无微不知 从没让她失望 但后来一切都变了 无休无止的争吵 让我们筋疲力竭 曾经的美好点滴 全都变成了令人心碎的疼痛 现在回想起来 这一切 就像一场永远醒不过来的梦 而梦的开端 是那个普通的清晨 我可以去家里面 要看一段时间 我可以去家里面 我可以去家里面 如果她们可以去家里面 都在你家里面 多久 现在我是永远 会把她们吃得可 你不能吃饿了 我能吃饿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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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了 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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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呀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上次订的西衣服送来了 你一会儿起床试试啊 不用试啊 你订的衣服 什么时候不合适过呢 小宝贝 快起床啦 太阳晒屁股啦 不要 我们听过了 不睡我 我多好吃的 你要是栽不起来的话 爸爸就要把你的吃的 全部都吃光咯 快点 你都互相骑 快起来 那你要让我起一下 再轻微 起来 快起来 快起床了 起床刷牙 不要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来 饭饭好了 这很辣的 你少吃点 一大早吃这么重口味的 胃痛怎么办 清淡了 馨姨 老公 吃饭前 我们先一起拍个照吧 一 二 三 你说你每天都拍同样的照片 有什么意思啊 好了 你不懂了 年底的时候 我看相册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吃了三百多顿早餐 多有成就感啊 行 我老婆最烈了 走啦 走啦 嗯 这样才香嘛 你这一大早喝这么多咖啡 你就不怕被刺激了 报复心挺强啊 我不让你吃辣椒 你就不让我喝咖啡是吧 我可没有啊 那是关心你的 今天公司搞个庆祝会 我会晚点回来 你就不用等我了 是庆祝我老公升职吗 这儿有解酒药 喝酒前吃一颗 知道了 放心吧 咱晚上家里见 你自己开车注意安全啊 记得吃午餐啊 我知道 老公 嗯 再重复一遍 我们的约法三章是什么 第一 不可以乱跑乱喝酒 第二 晚上十一点 你准时在厅上等你 第三 每隔一小时要打电话给你 那 如果没打怎么办呢 那如果没打的话就 那要是手机没电了呢 我保证你四十八小时都有电 还没吩咐完啊 哎 哥早啊 上班快迟到了啊 对了 浩子说我晚上跟你有个饭局是吗 放心吧 哥帮你看着他 这才我亲哥嘛 看好你妹夫啊 行了行了行了 快走吧 注意安全啊 拜拜 老婆再见 哎 我问你 为什么当时我追你妹妹的时候 没觉得她这么厉害呢 这婚前婚后能一样吗 那为什么你老婆婚前婚后一个样呢 那因为我是一样的呀 你呢 追人的时候甜言蜜语 结婚了就开始走神 好几次都差点犯错了 我妹能不盯老女吗 那能不能公平一点 差点犯错 那也是没犯错的 就是 一个有自控力的男人 绝对不会让自己差点犯错的 来 从今天开始 我得教你市场总监了 对不对 公司都带船 今天会有个大惊喜 臣子外面的 你在公司自立又深 夜距又好 这市场总监的任务 也肯定是你的 到时候 整个市场部都归你了 说好了 这回你得请我吃大草 好 今年的经济大环境什么样 大家都看在眼里 很多公司不是裁员 就是亏损 而咱们云海 仍旧能和往年一样 保持非常稳定的收益 这一切都归功于任经理 还有你的团队 但是市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不进则退 所以咱们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啊 我挖来了一位高级品牌经理 你 相信有他的到来 将会刺激我们 打破现有格局 一鸣 你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 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扉 和他一起共事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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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梁云 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工作 一鸣 我特地在市场部为他单独设立了一个团队 你们两个现在都是市场部的经理 希望你们可以各自带领团队 团结协作 让公司更上一层楼 原经理 很高兴 叶晨 你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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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是我不讲生吗 浩子现在那不定性的样子 我万一怀孕了他才有个花头 我不得活活气死啊 你生出来谁带呀 他每天工作压力够大了 一天停就知道提孩子孩子孩子 好了 生孩子呢 确实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 你们自己要想清楚 也不要被长辈的话 打乱了你们原本的步调 我婆婆要是有你这么通情打理就好了 我更能娶到你啊 绝对是上辈子拯救了太阳了 记得把老人家哄好 好啦 我知道了呀 我肯定给他哄回来 我婆婆这个好哄她 你呀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主管来了 好 头再抬一点 对 这些都是公司新上市的 运动主事系列 现在公司市场部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由任一鸣在管理 业绩嘛 稳定增长 但是离总监的位置还不够 我期待更多 我希望新产品的销量能在年底翻位 如果你能做到 市场部总监的位置 就是你的 把我拉来当竞争对手 不怕任一鸣生气吗 那么好用的左右手 现在可不好找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不是吗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放心 工作上我从没输过 好 一块方糖 不加奶 和以前一样 对吗 谢谢 谢谢 割得还好吗 挺好的 你呢 很不错 我们很多年没见面了吧 你看上去 还和以前一样 是吗 你比以前更漂亮呢 很开心啊 能跟你一起共生 走着瞧 看你还能开心吗 有朋友留言问我 如果没有时间还怕胖 该怎么办呢 你看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可以提前煮好所需的量 然后分成这样一小份一小份的 再包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冷冻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上锅蒸一蒸 口感和新鲜的米饭没有太大差别 而且冷冻过的米饭会产生抗性淀粉 热量会大大降低 我有一位减肥的朋友 顶期会从我这里撬走一些冷冻的饭团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试试啊 梁经理 这以后就是您的办公室了 对 落地吧 行 可以啊 谢谢 你们都是我看了履历之后 争选出来的 我的团队 不用加班 没有996 但只有一点 必须完成我固执的任务 我站在这儿 不是来帮公司养闲人的 职位只会给到有能力的人 所以如果没有做好准备 或者是打算 在这家公司舒舒服服的养老 现在就可以走了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没人离开了 那就好好地工作 只要完成我制定的目标 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涨薪百分之三十 年终奖翻倍 十分钟之内 收拾好你们的个人物 公司不是养宠物 和聊天休闲的地方 明天我会重新布置工作 听见吗 百分之三十 一鸣 明天我希望新产品的销量 能在年内翻倍 如果你能做到 市场部总监的位置 就是你的 你干吗 新冠上来的三把火 连乌龟都不让痒 你先帮忙保管一下 过两天我就带回家去 你说 陈总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人 来对付你啊 行行行行 别乱猜了 陈总肯定有她自己的理由 我感觉这个女人可不好对付 尽管其变吧 对了 你今天怎么回家呀 是我妹来接你吗 我跟你管 这个 今天晚上啊 又怎么了 还不是那些从外地来的朋友们 难得来一趟非得喊我去拒绝 你说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我要是不去请了 实在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我猜你那些朋友里 应该有不少姐妹吧 其实你要是跟我一起去也行 你忘了今天晚上公司又硬着了 那你小心点啊 她又被我妹给发现了 你太瞧瞧我的反侦察能力了 不好意思 我得赶紧回去工作 免得被抓小辫子 说好了啊 也说好了啊 只是吃饭 这年头谁还天天自己做这些啊 你买现成货叫外卖多方便啊 自己包的还是干净卫生 自己的油 自己做的馅儿 还是放心一些 我真服你啊 每天在厨房待着也不嫌闷 你说像你 好歹也是正经大学毕业的 上班那会儿也是做过公司的销灌啊 模范啊 可精彩了 现在呢 每天在家洗衣做饭 照顾老公孩子 你不烦也不觉得可惜吗 嗯 不觉得烦也不觉得可惜 虽然家务活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每天也会有不同的乐趣啊 比如说今天开出了一朵漂亮的花 明天我又实验出了一个新的菜谱 等心意大了 我出去上班 肯定也会怀念这段日子的 现在你哥工作很忙 新衣又很需要我 我能把他们照顾好一家人开开心心的 我挺知足的 我真羡慕你啊 什么时候都开开心心的好像也不用担心什么 不过得提醒你啊 你对我哥太放心了 他那么受欢迎你别太大意 很好 这个还不错 做一点点 但是要让他 把性感度降低 把活力感提上来 好 嗯 我们这次的新系列 主要想展现新女性的健康自然 和热爱生活的精神 好的 老大 来 好了 休息一下 咱们准备拍下一组啊 他看着好有魅力啊 要颜有颜 要能力有盈 他就别想了 看看我 我还担心 为什么担心 因为没有魅力啊 也没有魅力吗 请等等 等等 不好意思啊 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万一以后还有别的合作呢 什么别的合作啊 比如说写真啊 还有一些泳衣啊 这些都可以的 或者我们可以结伴一起吃个饭 看个电影 原经理让我做什么都行 你看 一个不小心 包好的饺子也会散开 散开了就把它捏好啊 担心有什么用 婚姻又不是靠担心来维系的 有时候捏得越紧啊 就流失得越快 用巧劲捏得才好 是这样啊 我们云海服饰 只做女性服饰 不会产生什么其他别的合作 你以后工作上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阿金 原经理 我们都合作那么多次了 怎么也得加一个微信啊 来 我扫你 这里是办公区 闲杂人等 不得如内 好吧 那我先走了 今年公司不是要推出高端线吗 那我们是不是有必要 提高一下针线模特的标准 男人 你就看我哥 事业有成 不屑顶不疲久度 还是个三好男人 总有那么一些人想不劳而获达 你就别说我哥娘的了 就那些普普通通的外挂烈走的 比如说我们家耗子 一样总能找到机会出去花花呀 他这辈子 估计只有进了棺材才会安分 你别这么说你老公妈 这是现实好吗 那你也别总是紧张兮兮的 你把耗子擦得那么严 他也会烦的 你提醒我 好几个小时我跟他干嘛呢 好几个小时 今天下午抱歉 我太唐突了 没关系的 工作了 你发给我的那些模特的照片 我会认真考虑的 你真的稳重了好多 太让人不敢相信了 结婚了 有家庭了 应该稳重些 替你高兴啊 好奇那个 可以制约住你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谁制约谁 互相复制 小姐 你喝醉了吧 开车了吗 我没事 帮我交个代价吧 你现在住哪儿 深长路28号 电话号码还是之前那个吗 139 尾号是8188 对吧 我替你叫好代价了 去跟大家打个招呼 先回去休息吧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连接 好男人 我的天啊 你交给我 开车了 跳łę喆 再一次 别怕我 太轻了 糟 你的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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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脑里死定了 哥 文浩电话一直打不通 他在你旁边吗 交他这电话 文浩 我给你看一眼啊 小飞 文浩刚刚好像去洗手间了 你骗人 你那边声音空荡荡 还有冲水声 是你在卫生间吧 你俩没在一块是吗 你到底是他哥 还是我哥呀 告诉我他在哪儿 不说是吧 行 人 谁说不知道他在哪儿 被发现 不可能 换季江湖这么久 全球听委系统对我来说 都是小案子 有了他 老婆根本就查不到 我就说你不会吧 没你们 看到没 这就是落伍 落伍他就要挨打 那个 瞧瞧我 瞧瞧我呗 瞧瞧我呗 我告诉你啊 这 我瞧你了你 哥 瞧瞧我呗 好 瞧你 来 说好了 然后加个密码 这样你老婆就打不开了 她是问起来的 你就说 不知道 软件固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来来来 有没有专门为老婆设计 用来破解老公的软件呀 没有 这个实际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没有什么是破解不了的 来 切点 切点 小哥 切点 切点 你为什么要骗我 打电话也不接 你是觉得我找不到你 还是觉得我蠢呀 我请一帮朋友唱歌喝酒 又 又没干什么 那脸上是什么 逢场做戏罢了 男人交情应酬很正常的 就由你来相信我吧 你别跟我说相信这个词 我相信你是去参加公司的饭局 我相信你会遵守我们的约定 结果你在干什么 你就这样给我呀 你看到的那些女的 不是你想的那 那种关系 她们只是一胸团的 比较好的女性朋友 女性朋友 那我也请她们的老婆去喝几杯 也找几个玩得好的男性朋友 你觉得行吗 你明天到晚查手机 就已经够烦的了 你这样子我很丢人哪 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嫌我烦了是吧 那离婚吧 明天就离 你又这么说老子 还嫌今天折腾都不够吗 你是不是 真的下离婚 你谁像你总这样啊 老公大半夜不回 家电话也不接 谁会担心啊 你万一喝多了呢 万一出什么事呢 我要是不爱你 我快去看看 任飞 我告诉你 你不要还那么爱玩呢 我 你这话给你带来找他 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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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他骗我干吗呀 他要是直接把事情跟你说了 一开始你都不会让他去 那我问你啊 自从你们在一起 他有没有真的找过别人 但是我盯得紧 他那么爱玩 我不盯进来 我早就 你看 没发生的事情 就不能当依据 没有亲眼看到过 你就不要疑神疑鬼的 你把自己累得够呛 他也不好过 还有啊 以后在外面 你给文昊留点面子 有什么事情回家关起门来说不好吗 我心得急吗 我有时候我也着急我就冲动了嘛 离婚这个词很伤人的 你只能说一次 就是在你决定要真正离婚的时候 我知道我不该阻定离婚 我有时候恐惧不是我自己吗 那是因为你知道 你一说离婚 文昊就会过来给你低头 给你道歉 表面上 看起来你很威风 好像是掌握了主权 但实际上呢 你们的婚姻能不能维系下去 取决于文昊 取决于那个主动低头 主动维系婚姻的人 你自己想想吧 他俩怎么样了 得先分开一会儿冷静冷静 再让文昊过来解决吧 你啊 真是的 做哥哥的你也太伤小飞心了 不管怎么说 你也不能帮着文昊去骗小飞啊 你之后跟他道个歉 知道了 其实文昊啊 就是贪婉了点没有正行 他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 不然肯定是我第一个饶不了他呀 希望他们俩能好好的和解吧 有些男人啊 他就是这样 逢场做戏吧 有些男人 文昊是有些男人啊 那你老公肯定不是啊 我怎么可能逢场做戏呢 我是全心全意对老婆专一的 我老公最好了 怎么了 有烦心事啊 工作上的事 怎么了 说来我听听啊 我这次上职没事上去 陈总 从外面挖了一个新人来 应该会在我们两个中间选一个 没关系的 好事多磨嘛 我老公这么优秀 我们不着急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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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妹怎么样了 说着今晚去你家结局 你啊 平时你要去哪儿就跟她说实话呢 必要的时候你带着点呢 她去多了看你也没什么事 她就不总跟着你了 万一真出什么问题 你好有退落 像你现在似的 天天遮遮掩掩的 她能不觉得你心里有鬼 能不防着你吗 哎 果然 你才是专家 行了行了行了 文文来吧 她毕竟是我妹妹 我可不希望你真有什么问题啊 只都要自己把我好 好 看够了吗 阿姨 我回国了 你之前说安安姐那儿随时都方便的 我准备先去她那儿 回头我再来看你 这就是安安姐家啊 真好 来来来 喝点水 安安可能去买菜 谢谢啊 这花好漂亮啊 这可是我特意买的 这谁啊 怎么进来的 文浩哥 这位是 你还给她买花 不不不不不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故意找个女人来挑衅我是吧 还得到我哥家里来 你也不能轻一点啊 基金您误会了不是这样吗 你管谁叫姐呢 我们也咱刚认识 好啊 刚认识就孤大上了 撒给我 这个男人有老婆了 你听到吗 干吗呢 任飞 哥 他居然当女人回你家 不是 就是 就是 行了 你俩先别吵了 好了 好了 放开我 你听见了没有文浩 放开我 你给我说清楚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啊 发生什么事了 安安姐 你是 石月 嗯 那些失眠的星星 你看见了吗 而我藏在夜光之下 苦苦挣扎 曾经拥有的家 像枝风的流沙 只好躲进回忆 找寻往日冬夏 母送你去远飞 往幸福方向飞 逃离开爱的寻伪 就是我的惭愧 就是我的惭愧 多遗憾的结尾 又无言一对 又无言一对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我送你去远飞 才提回 再提回 我送你去远飞 往幸福方向飞 在带我去远飞 逃离开爱的寻伪 救赎我的惭愧 我遗憾的结尾 又屋檐一堆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再体会 回不去的时光 回不去的回忆 再体会 回不去的时光